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新闻 来自瑞典一家庭的八个音乐小伙伴 日前来到普陀区晚北希望学校 与护上民工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了一次音乐联欢 音乐缓缓响起 瑞典八个多才多艺的兄弟姐妹热情地跳起舞来 他们当中最小的四岁 最大的二十二岁 家庭成员中的姐姐艾米丽献学献演 把昨天刚刚学唱的一首中文歌曲《青春舞曲》 演绎的唯妙唯笑 在他们的热情邀请下 场上民工学校的孩子们与他们一起跳起舞来 欢乐的歌声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瑞典音乐伙伴能够把中文歌曲表演得那么好 晚北希望学校的同学们也拿出自己精心编排的节目 与客人们比试比试 现场还进行了爱心捐赠活动 当瑞典音乐伙伴把挚爱国际签证的图书 电脑和文具等用品赠送给晚北学校的孩子们时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把瑞典一些很有爱心的小朋友带到中国来 其实是跟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交流 那么他们的爱心我也希望能够启发到 我们这里中国的小朋友 尤其是家庭比较困难的 不要因为怕家庭困难而失望 应该创造自己的机会替自己努力